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走向 英国大选前夕 欧洲央行会议 以及联邦调查局科米参议院作证 这国际三件重大的事件 让大多的投资者保持观望的态度 导致周二的亚洲股市跌多其少 马股也难逃一劫 全天跌了5.09点 以1785.92点币市 在汇率方面 美元对主要的货币全面走皮 截至下午5点 买对美元回扬至4.2610令吉 买对新元也起至3.08860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以及本地机构今天分别净卖出 1,206万令吉 以及1,448万令吉 而散户则买进了2,654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新闻一开始 让我们来跟进联土全球的最新消息 FGV管理层不断交易风波 火势蔓延 今天早上一开始 股价波动激烈 大跌了逾3% 不过在下午10分 被停职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查卡利亚 到反贪会提交文件 这项消息传开之后 股价峰回路转 快速地收复失地 该股全天收市报1令吉66仙 全天涨了4仙 或2.47% 成为周三的第四热门股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巴达林在野北市国会议员潘检伟就指出 查卡利亚之所以会被停职 是因为立足董事部进行荒谬的投资 而受到惩罚 潘检伟促请该公司的主席做出解释 接着有马来亚银行Maybank的最新消息 马来亚银行配合股息在投资计划 发行的超过2亿4359万新股 在本日上市 带动该集团股本从102亿7480万股 扩大至105亿2239万股 在此计划的加持下 马来亚银行的市值冲破了1000亿令吉水平 成为马股有史以来成功攀上此关键水平的上市企业 最后有掌控国内媒体业多家电视台 电台以及印刷媒体的首要媒体Media Prima的最新消息 早前闹得满城风雨的朝圣基金局 其前首席执行员丹斯里伊斯米·伊斯麦 日前正式受委成为首要媒体集团的新主席 其实早在5月29号伊斯米·伊斯麦已经担任了首要媒体集团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